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东京对很多日本来说 是一个追梦的城市 很多人都是怀抱梦想 从自己的家乡 不远千里而来 日本人称这种行径为上京 2015年 一名日本女孩上京 她的梦想是当一名演员 站在舞台上表演 眼看就要梦想成真 却在下班之后遇害 门窗都能被破坏的迹象 她的随身物品几乎都不见了 警方虽然成功采集到了凶手的DNA 但是案件侦办却没有这么容易 宛如密室杀人 直到七个月后 命案迎来转机 外界称为东京女星遇害事件 故事地点位于日本东京 是日本首都 还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城市 人口达到了3800万 这里有太多追梦人的故事 故事女主角叫加赫·布里莎 25岁 她的老家位于工程县的仙台市 从小她就是一个活泼开朗 才华洋溢的女孩 高中时期她是学校文学社的干部 她盛藏排剧 什么是排剧啊 是日本的短诗 一般由三句十七音组成 源自于江户时期的日本传统诗 用来表现日常生活 体验和感受 2007年 2008年 连续两年 她的排剧都被刊登在报纸 更是在2008年 获得全国排剧大赛初级组的想象 显示出了才女天赋 高中毕业之后 她考进了工程大学 主修表演 梦想未来就能够站上舞台 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大学毕业之后 她和许多的女孩一样 要去追梦 来到距离家乡仙台 350公里远的东京 在中野区住了房子 安顿好住的地方 可是急需要生活费 一开始 她找到一份上班族的工作 虽然稳定 但是始终无法忘记 自己的演员梦 2015年5月 成功考进了艺能公司 也成为公司重点培训的新人 终于离自己的梦想 往前跨了一大步 她非常珍惜 这样的一个机会 每个星期公司 都会安排四到五天的演出排练 虽然成为女演员 但是毕竟入行不久 还在培训的阶段 所以这个时期的待遇不高 这下为了维持在东京的开销 吴丽莎白天接受培训 晚上到居酒屋来打工 这样白天晚上忙碌的生活 虽然很疲惫 但是内心很充实 她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她知道不久的将来 她会站在舞台上成为女主角 宰泪也要笑脸迎人 但是就在正式演出的前夕 突如其来的一场变故 毁掉了她的梦想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时间回到2015年8月24号星期一 那一天 吴丽莎身穿粉色短袖上衣 和一条连身裙 身上背着黑色的双肩包 手上提着帆布袋 像往常一样前往公司 为即将演出做最后的彩排 晚上7点 因为不用打工 和几位朋友 约在新宿来聚会 气氛相当融洽 一直到了接近凌晨才结束 她一个人回家 并没有意识到 危险已经来临 凌晨0点的19分 古丽莎离开了地铁站 8分钟后 她来到住家附近的一家便利商店 0点40分 还给朋友传了讯息 表示一切正常 然而诡异的是 就从那一刻开始 所有的讯息不读不回 再也没有回应 隔天一早该去最后的彩排 罕见的缺鞋了 也没有向公司请假 同事也找不到她 到了晚上9点 原本应该到G9屋打工 也没出现 让店长也感到了惊讶 因为古丽莎 她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女孩 而且从来不迟到 更不会没有请假就不来 电话也联络不上 直到26号 女孩还是没有在公司出现 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 如果是故意不来 那可是很严重的事 更会影响到正式的演出 主管找到了G9屋 想要知道女孩发生什么事 才发现她也没有来打工 于是主管和店长 就一起前往古丽莎 她的住处来找人 晚上8点 发现屋内有灯光 但是敲门 一直没人回应 最后找了警方还有屋主 拿出了备用钥匙来开门 结果眼前的一幕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因为古丽莎 她就躺在地上 身上没有穿衣服 脸上盖了一条毛巾 脖子上有肋痕 已经死亡 女星遇害的消息 也因此曝了光 法医验尸之后确认 死因是窒息死亡 没有被侵犯 不过脸上还有胸部 踩到唾液 还有沐浴乳 怀是洗澡的时候遇害 指甲缝发现了皮屑 和唾液是同一个人 认定就是凶手留下的 推断死亡的时间 是在25号凌晨0点50分到1点之间 可见就在古丽莎刚到家不久就遇害 警方调查现场 门窗都没有被破坏 但是她当天穿的衣服 她的家门的钥匙 背包 遥控器 床单 甚至连电风扇都不见了 警方查看监视器 是发现古丽莎她回家之前的模样 看似一切正常 周边也没有停靠可疑的车辆 警方推断 凶手啊 极可能是住在附近的人 熟悉路况 才能避开监视器 有邻居表示 曾经在前几天 听到了死者家中传出争吵的声音 警方发现 死者的性格开朗大方 独自来到东京 也交往过几个男朋友 开始朝向情杀的方向来调查 原来公司的主管 是她现任的男朋友 警方一惊 难怪主管这么关心女子 这下她从报案人 变成了嫌疑人 不过经过DNA比对 女演员她的前男友 和现任的男友都被排除了 案子一下又陷入了瓶颈 警方开始扩大来调查 周边和古里沙曾经有过接触 以及附近居民等超过有1000名的男性 比对DNA都没有结果 案发后7个月 在死者住处的附近 游民被调查的房客 采样结束之后 她抱怨了一句 她是命案后隔几天才搬进来 为什么是她被裁检体 警方这一听 就才发现原来这里面还漏了一个人 一名前租客 37岁的护仓高广 她在命案后隔天就退房 等到命案被发现 她已经搬回了辅导老家 刚好成了漏网之鱼 护仓也告诉警方 她不认识死者 搬家吃巧合 警方采了检体 没想到DNA比对居然百分百吻合 真凶她居然就是护仓 两个人明明不认识 她为什么要杀害狐狸杀呢 护仓家境富有 爸爸妈妈都是会计师 经营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护仓在学生时代成绩优异 原本想要继承家业 参加了会计师考试 没有考上 觉得没面子 就来到东京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 一边准备考试 但是工作两年 绩效也不好 她也不想再继续下去 太丢脸了 就在2015年7月离职了 打算就要搬回福岛的老家 没有想到阴错阳差 就在8月25号的凌晨 女友偏偏这个时候跟她提分手 男子接连受到了打击 心情郁闷 三更半夜出门透透气 刚好遇到胡里莎经过 根据男子的说法 她觉得女子很漂亮 想要认识她 因为两人的家距离不到400公尺 她忍不住 尾随女子回到了公寓的二楼 女子她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 她直接就开了门 进入屋内 随手关上门 她没想到的是 房门没有自动锁 她才脱了鞋子 转身打算要锁上门 不过几秒钟的空档 却看到门被打开 一名陌生的男子正盯着她 也就是护仓 女子惊吓得想要大叫 立刻被护仓捂住嘴巴 关上大门 随手把电风扇的电线 就拿过来当凶器 害死了女子 眼看出了人命 赶紧脱荒女子的衣服 把沐浴乳涂在死者的身上 制造洗澡的假象 把所有接触过的物品都拿走 以免留下指纹 最后在女子的脸上 盖了一条毛巾 锁上房门 离开了现场 在命案曝光之前 火速逃回了老家 原本以为都是天衣无缝 没有想到 后来诸客不经意的一句话 居然让他漏馅被抓 悔不当初 2018年3月 一审判护仓 故意杀人罪 判无期徒刑 二审 维持原判 最后定验 富家子一时鬼迷心窍 断送自己的一生 另外 可怜的古以沙 原本正要站上舞台 发光发热 却遭遇不测 警方在他的房间 也发现了一封 写给家人的信 说自己就要正式地演出了 完成梦想 要家人放心 可是这个信都还没有寄出 人就遇害了 这是东京女星 遇害事件的始末 你有任何想法 也欢迎留言 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颜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人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巴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